台北海碩杯国际女子网球公开赛 今年全面升级为WTA正式的职业赛事 台湾一姐张凯真不负众望 单双打都打进了四强 有机会力拼两座冠军杯 至于女生的项目 总共有五位台湾女将闯进四强赛 今天下午两点起的比赛 将决定谁能够打进明天最后的冠军决赛 而民視频道也将现场直播 最后两天的精彩赛事 全世界第一战的WTA挑战赛 海舟杯女子网球公开赛 将进行最后两天精彩对战 世界排名第一百的网球精灵张凯真 昨天单打双打一日两胜 状况越来越好的张凯真 有机会一举挑战双冠 心情上很轻松 因为觉得我的奥王门票拿到了 然后没有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真的很平常心去打这场比赛 然后没有想到自己的表现可以怎么好 至于女子双打 这次更是充满浓浓的台湾味 女双四强有五位台湾选手 同号种子的詹浩琴 和法国选手莫兰登莫为奇 他们在四强赛 将对上台湾小将李花成 和高少元花元配的组合 另外詹景伟和伊达公子的台日姐妹配 则是要对上张海珍和葛沃索娃 也势必精彩可奇 明视频道为服务热爱网球的观众 将全程直播最后两天的赛事 包括周六下午2点到8点 两场女单和女双的对战 周日下午2点则带来女单和女双 最后的冠军决赛 今年升级版的海兽杯 现场还是免门票 球迷朋友只要凭发票 就可以进场看球 一起帮台湾女将加油打气 明视新闻王瑞王太奇 组合报道